欢迎收看小李说球 女拼也同样迎来坏消息 马林这回也着急 女拼呢 其实女拼跟男拼的最大差觉呢 就是有这个两名球员撑着 撑着这两个人大家要知道的 一个孙永沙一个王满玉 另外这两个人都相当年轻 男拼就是少得紧 男拼首先樊振东比他俩还大一点点 另外就是除了樊振东 王楚清勉强对吧 首先呢就是可以说是陈梦的接班人 坏尔曼 惨败 输了啊 昨天晚上就输了 昨天晚上在直播没说这个问题 然后那个陈毅也是输了 陈毅这个我觉得打的已经不错了 陈毅能能跟这个谁 能跟那个 善小娜能打到这个程度已经不错了 这个 坏曼是真是不该输啊 野鸡水货省对拳手你打不过 你真的是丢人了 丢人气 十比十二 十三比十一 十一比九 十比十二 十比十一比八 是这个比分 嗯 然后陈毅是输给了善小娜 三比二 十二比十四 十一比八 十一比五 十一比十三 十一比八 整体情况下就是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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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啊 整体来说其实马林他想当场的这个女拼主要链呢 其实其实也挺难 其实也挺难 我玩俩这头发快了快了快快快了啊 这个估计也要找白头发 毕竟你看其实李笋其实也老 国家队主要链你想你没那么好当呢 笋说当年培养 当年带着张一宁和王楠那样中年轻人 那也是一个年轻力壮的中年年轻小狗 现在呢 六十岁呢 长得快像七十了 乒乓球确实真的是很耗费人的经历 呃 带运动员不是那么好带的 所以说我对教练这个攻击没有太大的攻击 那肯定你有你一输了你肯定得教练肯定得背锅呀 但是你未来自来想去他们也挺挺挺难的 但是确实这个这俩人打的确实不好 嗯 未来看看有没有整体情况呀 还是要看思想杀和王楠一 我以后我跟你说 女平其实还不如男平好看的原因是什么呢 女平男平女平这输了呢 女平输了和赢了呢 他们也都没有什么人气 这个是你知道吗 除非他赢了很多的比赛 这个人气呢 也跟你这个省技挂钩你知道吗 你要是哪两个哪两个常规赛冠军 那你肯定人气也起来了 对不对 但关键你不起不来 莫不是啊 起不来就是很尴尬 就是这么个情况 说到这里 就像我来说了 一集一集的 这一集的 对